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推荐成为了综艺节目《我爱黑色会》的演出成员之一 因为不擅长跳舞 就常常在节目中出丑闹出笑话 再加上强强性格直爽 不知小杰什么都敢说 于是在节目中制造了很多笑点 因此被吸成为笑心墙 迷迷糊糊的成为了一名笑心 2008年由于《我爱黑色会》节目大改 反以极美媒被撤换事件 强强就离开了节目的录制 后来还三次被卷入吸毒风波 还被传在化毒 但强强都一概否认 最后被警方抓到 并对其进行了多项化验 强强才向警方承认吸毒买毒 强强表示 自己已经带出演艺圈 希望媒体别再关注自己 目前他成为了一名正能量视频博主 以及世界旅行者 主要都是谈论关于两性评选 毒品 成人话题等具有特色的主题 好友Bolis也是团队的策划之一 这次在节目中强强提待的跟好友出国旅行 也就是团队成员之一的Boris 外表看起来很精明干练 不好惹的强强 在朋友们眼中 实际上就是个实际生活残废者 在节目中强强一如既往的大胆之顺 简直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说了一件惊掉人下巴的事 强强直言之前在和好友Boris去英国旅游 两人好不容易找到了民宿 然而却发现都不会开这种电磁锁 怎么 两人对着这个打不开的门一筹目展 再加上强强被便秘困扰 事先吃了这便秘的药 刚好要笑也起作用了 肚子里一阵翻江倒海 于是又气又急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强强急于上副锁 便和好友又折腾了半天还是打不开 强强整个人就憋不住了 最后只好放弃了开锁 巧咪咪的跑到了旁边的阿巷里 把裤子一脱直接开始大便 可能由于这件事太过羞耻 强强自己也发觉了 有点崩溃的解释道 没有办法啊 我真的是憋不住了 而且我吃的那个蟹鸭 还是可以拉肚子的那一种 释放完了之后 强强就像清理狗狗大便一样 把自己的排泄物清理掉了 再重新返回去和朋友研究年宿的电子门锁 最后和好友Boris花了半个小时才把锁打开了 经过这件事 他自嘲以后出国 都要找一些有用的人同行比较好 大家听完之后 都是一通狂笑 主持人吴宗献笑着说 节目组应该把主题生活白痴行径中的生活与行径拿掉 剩下的就是他的真实写照 吴宗献的反应也是很搞笑了 强强还真是直言不讳 性格确实很防朗 丝毫没有什么帮复 还好强强也对现场进行了清理 不过这种行为确实不好 不值得提倡 勿只要做宿仁的敌人啊 长沉阳 要不值得提倡生活拥有什么话是有什么话是用的 要不值得提倡生活啊 净乎是一个力量的 看他最 Treaty的这种事 我也会有什么话是在记住 多久了也有什么话呢 我也会有什么话是 我 应该是对着我还要嗅 к虚尔一下